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大叔叔 有沒有什麼可以幫小朋友開胃又好吃的料理 夏天最好開胃的料理就是那種 小朋友愛吃酸酸甜甜的東西 所以好 我們今天就朝這個方向來 做成小朋友愛吃的料理 夏天既開胃 然後又兼顧他們的營養 阿大叔叔 今天要用哪一道解憂的那個料理 來解決張太太他的煩惱呢 我今天用了幾個小孩子喜歡的食材 蝦子 很多孩子都喜歡吃蝦子 鳳梨 它是酸酸甜甜的對不對 然後為了美麗 美觀 營養 甜椒 我們就用這些東西來 來為小朋友做一道開胃料理 好 首先先把洋蔥 切丁就好了 切成喜丁 小丁 青紅椒 我們都各半顆一就好了 同樣給它切丁 處理完這些新鮮的食材之後 我們再來處理蝦子 蝦仁我們把它剖開 剖開有一個好處就是 如果它有髒髒的蝦泥 你可以把它清掉 剖開有一個好處就是 等一下下鍋以後蝦子會變得很漂亮 它會自己收起來 會開花 蝦子下鍋以前我們先撒一點鹽巴 一點胡椒 一點點酒 稍微抓一下 我們等油鍋熱的時候 我們先來調一個等一下要用到的醬汁 這是兩大匙的番茄醬 再加上白醋 番茄醬跟白醋的比例是1比1 然後糖 兩大匙的白醋 就一大匙的糖 蝦子其實是要用很熱的 高溫 好 變色馬上拿起來 馬上就撈起來 對 蝦子才可以保持它的那個鮮甜的彈性 接下來再放一點油 蒜跟薑末 蒜末跟薑末稍微爆香一下 下洋蔥 炒到有一點變透明的 加一點水進去 好的 然後我們可以把這個放下去 再加入 那個甜椒 甜椒 對 之後可以把鳳梨放下去 鳳梨直接也是加進來 也直接加進來 哇 這顏色非常的美耶 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醬汁倒進去了 倒進去的同時我們加一點水 然後可以把蝦子一起下去拌炒 好 起鍋前你可以加一點點 玉米粉水 玉米粉水 勾一點點小薄芡 這蝦是食慾打開 對啊 很香 不可能講說它沒有食慾的 對 對啊 好 那你就可以 我們就可以盛盤了 盛盤了 對 哇 很美 糖醋鳳梨蝦球就好了 哇 好香啊 給我個白飯好嗎 你已經開始滴口水了 好 來 這就是我們的夏天料理 哇 夏天沒有食慾的時候 其實這種酸酸甜甜的東西 最容易入口 那我們今天用小朋友喜歡的鳳梨跟蝦球 然後來包裝他們不愛吃的東西 對 譬如說甜椒 來 你嘗嘗看囉 那我其實在家裡自己會 不只是加這些 我還會加奇異果 然後我也會加一些蘋果在裡面 這樣它可以吃更多的水果 你看喔 衛生素有了 礦物質有了 蛋白質有了 還有水果 像是纖維 鳳梨的那個 鳳梨酵素也有 對 就是一個非常營養的 這蝦子很甜很Q耶 嗯 蔬菜這邊 所以 做給小朋友吃喔 我相信他一定會喜歡的 好吃 我再吃一口 不覺得不… 不是